愛漂亮的女人通常也會特別注意自己的體重 那麼很多人到夜市去吃東西 就擔心會吃盡太多熱量變胖了 而現在台北市的寧夏夜市率先推出了熱量標示 方便民眾自己計算 熱鍋放油 大火快炒 最後再勾上薄切 香噴噴的鱔魚炒麵美味可口 還有這個包著甲鮮芋泥下鍋炸到金黃酥脆的香酥玉丸 光看就讓人食指大動 逛夜市吃美食一輪走下來 可能會攝取過多的熱量 為了避免民眾吃太多會發胖 台北寧夏夜市推出美食熱量標示 民眾想吃多少可以自己決定 還不錯啊 就是可以讓大家知道 就是這個東西健不健康 滿貼心的 因為就是女生都會很在乎熱量 所以就是這樣看了之後 就會一個晚上就不會吃太多 寧夏夜市觀光協會表示 以前的民眾是吃不飽 現在是吃太好 許多韜客都很在意食物的熱量 為了兼顧美味和健康 才會跟營養師合作 將店家明星商品的蛋白質 脂肪重量以及熱量算出來 民眾知道吃盡多少熱量後 無形中也感受到店家的用心 透過這樣一個活動 從他們的飲食操作 製作的過程就低油掃鹽 然後進而把我們的熱量表 標示出來以後 進而讓消費者也能知道說 你現在吃到的一些產品 有多少熱量 多少的營養成分 然後也算是給客人一個 消費者一個良心的建議 目前寧夏夜市攤位一共有180多攤 雖然現在只有二十三家攤商 開始參加張貼熱量表 不過寧夏夜市觀光協會 有信心在一年內 讓夜市內其他的商家 以及周邊的店家來標示熱量 讓民眾能夠自己做評估 替健康把關 記者 吳雅宇林 郭皇特報道